持续带您关心的还是受到台风的影响 其实从昨天11号下午 小琉球的游客就陆续返回了东港 主要是因为今天明12 13号两天 连续两天将会全数停驶 不过在今天一早可以看到 是最后一班小琉球返回的公船 预计7点开船 但是有明镇5点多就到码头来卡位 现场最新的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黄世云 主播可以看到小琉球的游客 一早就在码头排队卡位 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 这个民营的交通船 其实在昨天已经公告 会连续两天12 13号全面来停驶 那一早就剩下最后一班的这个公船 要从小琉球回到东港 可以搭船的乘客 其实只有153名 所以有民众是一早5点多就来排队了 那有部分的民众因为没有搭到船 只好持续的留在小琉球留宿 那要一直到14号才会有船班 我们来听一下游客的访问 星期一关系也有停时 所以我们提早会来 今天好像船班客满 客满还有很多人没错 不少游客的这一个行程 是被迫提前来结束了 加上这个船公司 12 13号都不开船 所以今天最后一班7点的船 一下子就客满了 那搭船民众也说 一开始搭船的时候 感觉风浪是蛮大的 那预估下午可能风浪还会持续增强 以上目前最新 先把镜头叫棚内